哈囉 各位寶可夢的觀眾們好久不見啦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強超夢的單人通關配置 最有希望單人打贏超夢的除了夢幻以外 既然他也可以 沒錯 就是我們的珠子玉三家古文巨生2 不過雖然說他是可以單人打贏超夢啦 但基本上要贏是真的要非常的靠賽 並不是說百分之百的勝率 那這支影片我其實也不是很推薦大家去單人打超夢 最有效率的方法還是練個夢幻 找野團或是找朋友四人打才是最有效的 極限一點的話有玩家是兩隻夢幻 看有雙主機還是跟朋友一起打 也是能打贏超夢 那夢幻的配置我這邊就不如分享啦 目前網上攻略很多 大家可以自行去找 那如果你是有興趣想要知道單人是怎麼打贏超夢的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我們選擇的寶可夢是古文巨生2 太金選擇幽靈屬性 攜帶物選擇貝殼之靈 奴隸子建議大家是練滿特攻還有物防 會升物防主要是因為超夢他的精神擊破 雖然說是特攻招式 但是打到防禦方會以我們的物防來計算 所以我們才需要升滿物防 那性格的話建議大家是選擇內練的性格 也就是升特攻降攻擊的那一個 再來特性很重要 請各位選擇夢特性純樸 這個主要是應對超夢最麻煩的招式啊 冥想 因為他在單人對戰的時候 他在跟電腦出招的時候會一直疊冥想喔 導致沒幾個回合他的冥想就直接疊到六成啊 所以純樸的特性最直觀是可以直接無視掉他的能力變化 那招式的部分建議各位是選擇閃燕高歌可以拿來疊特攻 偷懶可以拿來回血 12天主要是讓我們有機會麻痺超夢 禍不單行則是我們的主要輸出招式 在超夢麻痺的時候禍不單行的輸出威力會直接翻倍 妥妥的130的威力喔 再加上太進化跟粉系幽靈屬性的加成 還有純樸的無視特防的能力變化 古文巨生2的輸出絕對是夠的 那配置介紹完啊 事不宜遲我們就來看看要怎麼過吧 首先開局超夢必定會開盾盒冥想 當然的話我們的隊友會幫我們進行防禦聲援 這個時候精神擊破打過來只會扣大約1%的血量 那開局我們先放個閃燕高歌 呃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啊 先出攻擊招只是為了累積這個泰金的能量 那如果超夢他第一回合出的是冥想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閃燕高歌 如果是用精神擊破把我們的血量打掉1% 我們就出個攻擊聲援 那這邊說一下隊友的狀況 基本上有電鍍挖會比較穩 那奧利瓦我其實是不太推薦 因為他真的太拖時間了 就算你一路順利打到最後也有機會時間不夠 好現在我們已經確定他下回合是可以把我們打死的 那這時候呢我們出個防禦聲援 這個主要是為了觸發一個... 應該算是Bug吧 只要我們在聲援的有效回合內掛掉 就可以讓我們這個聲援的效果永續 原本是只有持續三個回合嘛 等等我們復活你就會發現這個聲援的效果會一直存在 所以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簡單來說就是算好血量 在有防禦聲援跟攻擊聲援的三回合內給他打死 所以如果我們滿血那一律就是出閃煙高歌給他打 OK那我們現在復活了 第二件事情呢開始要靠賽了喔 這個也是這個戰法的 第一個難關啦 在他秒數扣到大約1分之1的時候 他會消除自身的狀態 假設你復活了他還沒有消狀態 那你就出閃煙高歌 那如果復活了他剛好消完狀態 那就出個蛇舔 我們的目的呢就是要利用蛇舔讓他進入麻痺狀態 剛剛之所以說隊友要有電鍍挖會比較好 也是因為他的放電是有機會讓超夢進入麻痺的 那假設你舔他兩次都沒有麻痺 那基本上就可以重來啦 在超夢麻痺的狀況下我們是可以超車超夢的 所以接下來呢我們就看血量 如果血量低於1分之1 我們就偷懶補個血 確保不會被他的精神擊破一招帶走 那如果血量夠那就出閃煙高歌 建議各位是出個3次疊個3階特攻 那如果你前面在消狀態之前有疊過一次了 那就疊兩次就好了 總之我們就是需要3階的特攻 OK特攻疊完3階之後我們就太進化 使用這個貨部單型 這個時候我們有3階特攻加上攻擊聲援 還有130威力的貨部單型 加上純不特性的無視能力變化 可以輕鬆打出不少的輸出 那大概是打個3次貨部單型 就開始要進入我們的靠賽第二關 超夢他在血量剩下3分之4的時候會消除我們的能力變化 還有特性喔 重點呢是消除特性這件事情 如果純樸被消除掉就代表說超夢會用特攻滿的狀況下攻擊喔 基本上是一招秒掉 所以這邊靠賽的地方就在於超夢他會不會麻痺啦 如果他沒有麻痺那就是直接重來啦 有麻痺呢那就不用擔心了 我們可以繼續閃焰高歌疊個5到6次 疊的期間如果血量不夠就偷染個回個血 或是如果疊的夠多也可以用 或不擔心攻擊透過貝殼之靈去回血 疊完閃焰高歌我們就一樣或不擔心進行輸出 打到破盾的時候他就會消除自身的狀態然後睡覺回血 這個時候我們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讓他再次麻痺 這裡我是覺得還好還蠻容易成功的 不知道是不是BUG啦 很常他回完血呢被我舔了一下 或是可能電圖挖搞的鬼啊直接就麻痺了 好接下來呢就是靠賽最後一關啦 當我們把他血量打進剩下1分之1的時候 他又會消除我們的狀態和特性一次 這個時候我們一樣也只能祈禱他麻痺了 那沒麻痺就沒辦法啦 YG我目前就是卡在這一關啦 如果他麻痺成功的話呢我們就是疊個2到3次的閃焰高歌 繼續禍不擔心就可以把他給打贏了 那你可能會想說我這把時間感覺也不太夠啊 那主要是因為有奧利瓦的關係 會一直掉出種子去回血拖了不少時間 所以如果你想要挑戰看看單人打 建議就不要有奧利瓦 有電獨挖的狀況會最好 那目前也有玩家成功用這個配置通關了 影片我會放在說明欄那邊 不過一樣啦我再說一次 我非常不建議大家單人通關 目前也是有人利用夢幻去單人通關的 但一樣也是要靠賽 除非你真的很閒啊 沒事幹或是你想要挑戰看看單人通關啊 OK你可以來試試看 總之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啊順便說一下9月13號 我會開始直播珠子的DLC前篇 有興趣的觀眾記得不要忘記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那這支影片如果你覺得有幫助 雖然說好像沒什麼幫助 但可以的話呢也幫我按個讚或是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大家就可以見週你 pl二 個月